大家好,我們又回來 之前講過一個啟示 在我們今年的6、9、12月 都可能有些地區性 某人物性的問題會發生 亦都教了大家在6月某幾個日子 去吸一下靈氣 可能在自己家裏放些東西 甚至最好的話 去看日出去吸靈氣 我承接這個吸靈氣的情況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一個現在很出名的地方 究竟這個地方是有沒有靈氣的呢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未開始開放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在說究竟這個地方 這個人起這件事是為甚麼 是否為自己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我直接跟大家說 有沒有去過慈山寺 有 你也有去過慈山寺 你覺得如何呢 因為我去的時候也是疫情的 沒有甚麼人 只不過就是去探究一下這個地方 很多人說到 哇 李先生 建了這個慈山寺 裡面有很多機關 是吧 又說有防空洞 建了出來的時候 又說到好像是用這個地方 去吸我們的靈氣 而是助他的魂 究竟是否會是這樣的呢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我們很理性地去說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李先生現在還是住在廣島區 南區的地方 他自己有很大間屋 是吧 也有人說去屋下也有防空洞 如果我想問一下大家 他自己的家有防空洞 慈山寺又有防空洞 如果香港真是會去打仗 甚至乎有甚麼大戰發生的時候 你猜李先生會不會是慢慢坐車 走去慈山寺呢 你先去想 他要走的時候 他家裡的直升機也能下來了 坐直升機就走了 還留在那裡做甚麼 所以我就說 大家不要亂猜測 因為你亂猜測 只不過是 其實電話轉是否自己不平衡 因為人家太有錢 你起一間罰子出來 然後你又好像說了很多話 甚至乎 人家也說到 去到慈山寺的時候 你會吸了你的靈氣 有沒有聽過 有 有聽過 會吸了你的靈氣 好了 吸了你的運 好了 現在這麼多人都去 如果反過來我給你吸 如果我可以給你吸 我的運 或者另外一些人的運 或者某個人的運 你會選擇的 是吧 如果你有能力 你真的做得到的 你是不是選一個 真是有好運的人 你去吸 好 如果你說 真的會去吸你的運 那現在這麼多人去 當然現在還要去 去去慈山寺 每一次都去預約 有限制的人數 但限制的人數 它沒有問你什麼身份 可能一個普通的旅行團 屋邨的旅行團也可能不去 那究竟 裡面是不是個個的靈氣 運情都這麼好呢 如果去吸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好像很奇怪 很自然 我會選擇的 這個好靈氣的 這個好運氣的 我會吸你 那個不好的 我就不吸你 會不會呢 如果你說 它是專門建立的地方 用來吸大家的靈氣 那是否什麼好又吸 不好又吸 那對它自己來說 是否真的會有用呢 是吧 有沒有什麼必要呢 是吧 我希望呢 就是借這個 今天這樣的機會 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在我角度 妄想啊 聯想啊 想到一些這樣的 不放出來 是有沒有什麼事呢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 一個理性地去分析 你去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真的會被它 吸了你的靈氣 當然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可能現在 現在在雪內的頻道這邊 未聽過我以前說的 一些真實的情況 真的有些叫做 佛寺或者廟 是真的不好的 真的有機會被它吸了 真的會吸 專門吸一些好東西的 它會選擇的 為什麼它會選擇呢 因為那間是陰廟 陰廟就會真的 吸了我們好東西 為什麼分陰廟呢 其實陸餐是分不到的 是我們進去感應的 在香港 我再說一下地方 長洲 天口廟 不是 你已經知道了 香港有很多天口廟 因為香港一路開浮 拜天口為主 在近21、22、21 真的多了平白觀音 甚至可能你去到長洲 已經有幾間天口廟 但是我跟他說 在長洲裏面 不是天口廟的問題 我去過長洲的一間 叫做觀音廟 一進去 我擠走了 已經不再逗留 因為一進去 基本上已經感應了 全部都是鬼靈精怪 但是牌頭是觀音廟 神像也是觀音廟 是有觀音的 是有觀音的 但是你們不知道 你們感覺不到 所以你們繼續去拜 但是很危險 很容易被他們吸 所以我不是說 不可能發生 不會吸 或者知而此類 其實真的會 但是不是周圍都是這樣 而且剛才所說 慈山寺 不是會吸 不是你們所說的 其實慈山寺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我不是幫你先說好話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自己去做一些打坐的修行 因為長時間 你就可能會有這個感應 你才會知道 一進去你自然會彈 是嗎 很辛苦 有這樣的情況 不僅是香港的 外國一樣有 甚至乎一些教堂 尤其是在俄羅斯那邊 其實有很多的教堂 都有陰在 他們叫魔鬼 我們怎麼說呢 我又不可以用魔鬼去形容 因為在俄羅斯他們的宗教 很興奮將一些傳教士 他們的遺體 就直接安葬在教堂上 因為我自己去那個地方 經歷過的時候 去感應過 在一個教堂 甚至乎去到一個皇宮 又東宮又下宮 這些地方 金碧輝煌 很多的很漂亮的油畫 那樣東西 但是我進去 只是感應到一件事 真是親眼自己看得到的 可能說我畫眼花 不夠睡覺 什麼都好 你怎麼看都好 好像看哈利波特那樣 那些畫真的會動 我看到而已 我看到而已 那些畫 以前在這裡的人 在一幅畫上真的會動 但是接著我看到 那裡的那裡的那裡 再聽到導遊說的歷史 原來這個 怎麼被人殺死 那個被人砍了 是這樣的情況 甚至乎我曾經去到一個廣場 聽完廣告之後 我直接問導遊 我說除了你講這個 銅像的歷史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問題 是講過這個銅像 他不肯答我 因為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銅像會動 你可以說 是不是師傅你經常都眼花 自己想這些想得多 其實不是的 是真的在這裡 很多東西都存在性 尤其是我剛才說了 去東宮下宮 你看到一些畫 真的好像看 進到哈利波特那樣 我不怕的 就覺得好 好可愛 好神奇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 都存在了這樣的負能量 師傅我想問 其實博物館不是都很厲害嗎 有些會的 是的 有些會的 有些會的 尤其是那些出土文物 所以 上次人們經常說 什麼五帝錢 各樣東西 如果真是那些五帝錢 六帝錢 如果是真的話 要很小心用 因為通常這些都是陪葬品 現在外面買到的 那些五帝錢 六帝錢 通常都是假的 大力一點 啪都斷了 但如果真真正的 五帝錢 六帝錢 通常很多都是陪葬品 很有陰氣 所以很懂得去處理 才能用得到 用來當作一個 化殺的風水物件來做 所以就說全世界 不只是我們東南亞的人 才經常說什麼神神怪怪 只不過 外國人 他們是要拿到很多證據 才去認證那件事 其實他們現在認證了很多 所以剛才說 我們就回到慈山寺 慈山寺 我自己的感應是非常好的 我不覺得它是有什麼吸引他的能量 我去到還可以吸引到東西 我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的方法 可以先吸引到東西 在這裡 要嫁給你們去 如果真的去到慈山寺 我們去到慈山寺 我不是吸引你先生的能量 是拿到慈山寺的靈氣 如果大家有去過慈山寺的時候 一路參觀園外面 一路走到裡面 就去到觀音像 室外的觀音像 有些人說 進去裝多煮香 進去就不給你裝香 沒有裝香 不給你裝香 有些人說進去裝香 拜拜 去那裡是敬水的 跟我這裡一樣 是敬水的 以水為主 敬完水之後 我就教大家 去到觀音像下面 我們懂得念心經就念心經 不懂得念心經 可以叫做 南無大邪 是被觀世和菩薩 合掌 南無大邪 南無大邪 好了 觀上之後 就圍繞著觀音像 兜三個圈 信時針兜三個圈 兜完三個圈之後 你可以站在哪個位置 那個是楊知金露平觀音 你可以站在楊知金露的瓶嘴 它好像在倒水下來 你站在那裡 自己學習 站在那裡合掌 然後觀上 觀上甚麼呢 觀上觀音菩薩的水 在淋在自己 面對它 面對它 面對菩薩 我一直以為 南無大觀上 南無大觀上菩薩 然後觀上 他的金露瓶 一漏水淋在自己身上 知不知道 幫自己去一個灑靜 增強自己的能量 增強自己的福氣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我是做得到 有感覺 有感應的地方來的 所以 懂得去運用的時候 那樣東西是非常之好 尤其是這個地方 不是甚麼吸你東西 或者是 別人拿來做避難所的地方 只不過就是說 其實因為李先生有錢 我們都想的 我現在叫做 我有某程度的福份 我有自己的道陀 接下來我有機會 可以再大一點 不過沒有能力 去買一塊地 起廟 因為在我們拜神拜佛 裡面最大的功德 最大的福錄 給自己的 就是起廟 他有這麼大的福錄 他就可以自己建一間 叫做慈山寺 因為這些福錄是甚麼 因為其實 反過來 如果用一個 叫做吸靈氣 我用第二個方法 告訴大家的時候 就是 如果這個神像 是你建出來的 是可以給全世界的人 去供養 去拜的時候 其實一個福錄 是你自己有份 就像全世界都在給你 這個才是 反過來 不是他專程去吸你 是你們很自然去奉獻 所以在佛加勒邊來說 一個劍廟 和菩薩鋪金身 剛才說了天后也好 那間菩薩有很多神像 很多人都送很多的 珍珠紀錄、金錄、玉器 掛上菩薩那裏 甚至乎 在佛寺裡面 一些現在可以做到的 你捐一些燈、油、神壇的供品 都是一個福錄 所以說 他有福錄 他建成一間慈山寺出來 他不是起廟 是建一間佛寺出來 亦有和尚、有法師、有主持在那裏坐陣 所以來說 這是他的大福錄 所說反過來 他能否吸到我們的靈氣 因為其實 反過來 如果壓制到你們 有能力、有機會 這間佛寺 興建的時候 這個佛像 我可以一起去捐的 像我自己 我十年前都在西藏那邊 師傅說 在二十一道武 我都會捐一座道武 我和幾個朋友一起捐過去 代表性就是 如果用剛才所說的吸引靈氣 吸引人的靈氣 這個方法好像是矛盾尷尬的存在 因為這尊神是由我捐出來的 大家都去參拜他的時候 是那個能量會大家集中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有福錄、有福特 所以大家記住 慈山寺是正氣的 我不是幫他買廣告 是正氣 不是陰氣 不是吸引你們好東西的地方 去一些新界的地方 因為其實香港有很多小寺廟 我想說 我可以跟大家說 在長洲有一間叫觀音廟 我不說哪一筆 我們咪口說 因為觀音廟那間就真的是陰廟 所以我們廟也不要留意 小心 有時候會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所以就是一些廟 有時候很多地方都會 無論廟也好 教堂也好 都是中西方所有的宗甲裏面 都會有些東西是另類的 發生了 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這件事 好 多謝師傅 好 我們下次再去談談其他題目 好 拜拜